对于移手取食这种吃法是优雅还是有失体面 不同地方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十六世纪以前不存在这种争论 因为当时西方几乎所有人都是用手来抓取食物的 餐具只是问世不久的新发明 直到几个世纪以前餐具才在西方社会普及开来 从那时候开始绝大多数手抓食品开始被世人嫌弃 餐具很快就被上层社会所接受并被赋予了高贵的地位 更主要的是人们不久便发现在很多情况下 卫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使用餐具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完善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将带领人类远离自然本性 进一步向科学技术靠拢 任何介于人类的双手和自然之间的工具都是一种文化要素 而在动物界情况刚好恰恰相反 因为最优雅最智慧的动物 似乎都是用手来抓取食物的 几乎每个动物家族中都有一手取食的成员 哺乳动物似乎最藐视人类的餐桌礼仪 他们中有许多成员喜欢用手把食物送入口中 直接用手把食物送进嘴里 需要技巧智慧和天赋 而在抓取之多鲜美的食物时 如果不想把自己弄得黏乎乎脏兮兮 你还得好好地学习一番 有些鸟类的本事可不一般 它们不仅会用嘴咸着浆果 坚果 坚果 香果 还会用嘴将其啄碎 有些无脊椎动物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腿当成叉子来用 像人类插油炸丸子插烤鸡腿那样食用猎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狐猴非常善于使用它们纤细的手指 和许多动物一样 狐猴有着让人心生恐惧的外表 它们被西方人称为鬼魅 这或许是因为它们喜欢在夜间活动 嚎叫声阴森可怕 闪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狐猴是灵长类动物非常原始和古老的分支 它们身怀绝技可以牢牢地抓握和摆弄物体 这是因为它们的大拇指 可以和其他四指对合充分发挥作用 大多数动物的爪子上都长有指甲 这让它们的指尖变得非常敏感 它们的对生拇指可以和其他手指握成一圈 如同合拢的小钳子一般 可以进行非常有效的抓握 拥有这种特征的类人猿 极其近亲 在指头 闪转 腾挪 抓握各种物体的时候 便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它们抓握的物体 大多是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食物 狐猴无需进行基础的培训 就能抓握任何吸引它们的美味食物 狐猴既能食业又能食果 拥有高度分化的消化系统 包括高度发达的唾液线 容量巨大的胃和绵长的肠子 因而食物可以在它们的肠道里 充分地发酵 马达加斯加岛赋予植物多样性 长有多种世上独一无二的植物 其中至少有55%的植物 可被狐猴食用 狐猴主要栖息在树上 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来源于木本植物 其最主要的食物包括水果 树叶 嫩芽 以及树皮 不管食物有多美味 因为人类就餐后绝不会舔盘子 作手指 而狐猴则不同 它们绝不会像人类那样故作矜持 在意吃相是否文雅 它们拥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它们的四肢又细又长 尤其是它们的上肢 比它们的下肢长百分之二十五 它们的尾巴有力而朔长 可卷曲抓握 并且尾端有一块裸露的区域 如同人的手掌一般 它们的尾巴就像是第五只胳膊 在运动的时候作用凸显 蜘蛛猴可以只用尾巴将自己悬挂起来 然后腾出四肢去寻找树叶和水果 蜘蛛猴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和大多数类人员不同 蜘蛛猴的手指和脚趾都只有四根 大拇指和大脚趾已经退化 只剩下骨节的痕迹 不过它们的其他四指皆长而有力 这弥补了它们没有大拇指的缺害 使手掌如同钩子一般 这样蜘蛛猴能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灵敏性 在树枝间穿梭往来 它们这种高速穿梭的方式 也被称为臂力摆当 每一天蜘蛛猴都在距离地面十五米以上的枝头 做长距离转移 这对它们来说非常地轻松 它们每天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进食 蜘蛛猴的食物主要是成熟的新鲜水果 它们长长的手指非常适合采摘水果 有时候它们也会进食叶芽 叶芽含有水果所匮乏的蛋白质 它们还会使用花朵 昆虫 种子和蜂蜜 以补充营养 它们能用上枝操持摆弄食物 这种行为促进了它们的脑部发育 使得类人员成为地球上除人类之外最有智慧的动物 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哺乳动物也具有抓握小物体的能力 由于有着广泛的食物来源 老鼠真正做到了四海为家 它们在很多环境中都能够安身立命存活下来 老鼠既可以齐膝在天然孔洞里 也可以齐身于自己在地面或朽木上挖出的洞穴中 它们善于挖掘 能够建造通往密室 卧室和粮仓的通道 它们的夜生活异常忙碌 长而敏感的塞虚能感知周围环境的状况 它们的嗅觉也高度发达 能够在逆食的过程中派上大用场 老鼠非常善于使用它们小小的手指 它们小小的指头非常适于抓握食物 这让它们能够更快更方便地吞咽食物 涅齿类动物大多能用臀部蹲坐在地上 从而腾出手来抓握水果 与大部分猴子不同 老鼠没有对身拇指 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拇指 它们的爪子上只有四根指头 只凭一只手 它们什么也抓不住 但是它们爪子的表面长有凸起 这些凸起可以帮助它们抱住物体 甚至攀爬最陡峭最光滑的表面 此外老鼠还是食用带壳水果的专家 在处理诸如针子之类的坚果时 老鼠先用上枝抱住食物 继而用胸部抵住 再用敏捷的指头转动针子 同时用门牙咬式 慢慢地在针子上打出一个洞来 这样一来 藏在坚硬外壳里的种子或果肉就出来了 在肉食哺乳动物中 另一种动物也是使用上枝的顶尖高手 幻熊属于四族动物 拥有诸多绝技 譬如攀爬 游泳 依靠四肢奔跑等等 它们为什么会如此多能 奥秘就隐藏在它们的四肢上 它们后腿的脚底扁平无毛 它们前肢的脚底也同样如此 因而非常适合抓握 掌控 幻熊极其灵巧敏捷 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四肢 它们前肢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捕捉食物 其中也包括进食时操纵食物 得益于灵敏的前肢 幻熊成为了一种出类拔萃的肉食哺乳动物 幻熊依靠触摸捕链 它们不断地利用细长的指头 在河底的裂缝和孔洞中摸索鱼虾 不过要抓住身体打滑的猎物可不容易 除了螃蟹 幻熊还能用它们敏感的爪子 捕捉到草蒙 甲壳虫 蟋蟀和蟹 螃蟹和虾是幻熊食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占到了幻熊食物份额的18% 不管捕捉到了什么 幻熊总会把猎物进到水里 用力揉洗一番 它们会习惯性地在河岸边和小溪里换洗食物 这就是它们的中文名称 幻熊的来历 虽然借助于餐具食用海鲜鱼类会非常困难 但是直接上手绝非文雅礼貌之举 即使不知道正确的食用方法 你最好也不要直接上手 否则你就等着出洋相吧 幻熊非常幸运 幻熊非常幸运 因为它们无需顾虑文明社会的繁文乳间 还有一种更高大的食肉动物 也拥有幻熊般的高超技术 在中国的一处山林里 一只步履稳健四平八稳的动物正在林间穿梭漫步 它就是大熊猫 大约一百三十公斤重 与后腿相比 它们的前腿更长 肌肉更发达 因而非常适合攀爬觅食 大熊猫属于熊类的一种 但它们以素食为主 最喜欢食用大约三十种不同种类的竹子 大熊猫百分之九十九的食物都是竹子 此外 它们偶尔还会取食昆虫 禽蛋 动物尸体 以获取蛋白质 它们的消化系统不太适合消化植物纤维 因此它们每天要花十四个小时吃掉多达四十公斤的竹子 排除十多公斤的粪便 才能维持新陈代谢的平衡 但是它们拥有锐利的牙齿和有力的河谷 适于咬碎竹睛 吞咽竹浆 大熊猫用前肢将食物送到嘴里 看着大熊猫抓握竹笋 你会以为它长有对生拇指 其实大熊猫和其他食肉动物一样 是用整个脚掌行走的直行动物 它们的大脚趾也是用来行走的 但它们似乎长有第六根指头 其实那是一根净化了的腕骨 这是一种新颖而非凡的适应性变化 它能让大熊猫在进食的时候 以最简单的方式控制住竹睛 尽管该腕骨对进食极有帮助 但是却缺少真正的大补纸 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 在里面就是这样的地图 银子里面有什么样的 是不够的 そして我们要帮助 在这里 我们来帮助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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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鸟类 比如紫水鸡 也学会了用爪子取食 抓起来握住 它们的爪子如同人的手掌一般 乍看上去 它们长长的脚趾 非常适合在飘满落叶的湿地中行走 而不太适合进行抓握 但事实并非如此 找到一份可口的美味后 它们会用一只脚的脚趾 把食物送到嘴边 慢慢享用 紫水鸡 鼠 羊鸡壳 是杂食性动物 但主要以植物为食 尤其洗食林精 精 缩草叶 芦苇叶 水底植物 青山雀 大山雀 寒鸭和一些猛禽 都善于用爪子抓握并撕裂食物 除了它们 紫水鸡是最善于用爪子来处理食物的鸟类 鸟类学家发现 紫水鸡在四处走动的过程中觅食 一旦有所发现 它们会用右爪抓握住食物 紫水鸡也有自己的餐桌礼仪 它们用爪子把持住食物 尽量将食物送到离嘴更近的地方 如果食物掉到地上 它们不是用嘴将食物捡起来 而是用它们的手 当进食无需使用餐具便可直接入口的食物时 譬如羊鸡 羊排 蜗牛 取卖菜 蜗菊 小果 芦笋 它们会遵循更加文雅的餐桌礼仪 这只紫水鸡就是这么做的 有些无脊椎动物也养成了依靠爪子进食的习惯 猪行缸动物和昆虫 喜欢使用腿或者口气来把持食物 无论使用方式如何 这些部位都发挥了人手一样的功能 猪行缸动物 猪行缸动物善于使用虚枝来持握食物 蝎子则拥有最大最发达的藕 蝎子的须知外形可怕 犹如巨大的钩状大钳 可用于在岩石下或土壤中挖掘洞穴 须知还有另一项功能 捕捉及控制住猎物 蝎子的猎物往往是其他无脊椎动物 大部分蝎子只在自己的洞穴附近捕猎 捕猎时他们会用虚枝控制住猎物 如果仅凭两个熬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服猎物 他们就会用蛰刺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一旦猎物被制服 熬的作用极其重要 将猎物送进嘴里 接着蝎子的嘴里分泌出腐蚀性唾液 溶解曹猛 随后蝎子的口气就会像小手一般 将已成液态的曹猛送入口腔深处 一只体型较大的曹猛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被完全溶解 尽管餐桌礼仪规矩繁复 但一手取食可谓历史久远 而且充满了乐趣 打破礼仪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 因为手或者说爪子对食物的感知是嗅觉和味觉的一种延伸 你可以感受到香脱经部的清脆 成熟水果果肉的平滑 以及刚刚逮到的榨梦的那股勃勃生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